All we need is somebody to lean on 大家好 这里是一窝猫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皮卡丘的家庭化之二 与亮亮的约会 亮亮是一只温馴优雅的猫 今天我们给亮亮和皮卡丘一个相处的机会 希望他们可以从游戏中培养感情 日后好好相处 对啊对啊相亲相爱不要打架哦 至于皮卡丘的个性活泼可爱 自己独处的时候也能自得其乐呢 对啊对啊独处的时候也闻得很嗨呢 你看你看他在翻筋斗耶 对啊像颗皮球一样 动动飘飘 动得不停 不知道今天 皮卡丘的表现会如何 你猜看看呢 我猜皮卡丘可能会欺负亮亮 因为他可是一只恰杂暴呢 对啊他很恰 他的确会欺负亮亮 我也这么觉得 亮亮好可怜哦 皮卡丘到底会不会欺负亮亮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 皮卡丘是猫戒的淘气阿丹 你看他依然自得其乐的玩得很开心啊 欸欸亮亮从后面 欸嘿嘿嘿嘿嘿 你看皮卡丘立刻臭上前去一脸欠打的样子 还敢铺向亮亮 真是胆大包天阿 欸欸欸 他居然最亮亮的屁股跑耶 又来了不怕死 欸欸欸欸 你看皮卡丘又在那边装无辜装没事了耶 你看看 欸他又在抓亮亮的尾巴耶 你看 他果然是被battle了耶 对啊小屁孩真被爆 你看他差一点不好的海窗没事耶 嘿嘿 欸你看他的头盔都看不清楚了 哈哈 欸你看皮卡丘还是不放弃一直找哥哥玩耶 可是哥哥看起来好像不太想跟他 对啊你看他在拉哥哥的手耶 欸这个小沾巴又被battle下头耶 可是他还是不怕是要跟哥哥玩手手 哈哈 大手拉小手一起上前走 完蛋了皮卡丘站起来要四放十分福特了 还不赶快按赞你们大家是都被电晕了吗 再不按赞的话皮卡丘设计起来的话就把你们大家都电电电电电爆哦 给这个银子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啰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